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课程都很好的 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更加有效地去侍奉 但我想我更加关注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问题 究竟当我们去侍奉以先 我们有什么好的属灵生命去承载这些侍奉呢 以致我们不要像建一幢大厦那样 当我们的根基打得不好 我们一路建下去 最后一幢大厦就倒下来 生命转化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整理我们 一个人生里面我们成长的过程 当我们在成长里面 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不同的不幸和相同 透过生命转化去回望我们的人生 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到重新去面对我们以往的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问题里面 去帮我们包扎整理好我们的伤口 以致我们能够整理好我们的生命 我们更加能够进入门徒训练课程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能够去承载更加大的侍奉 这是我会觉得生命转化和门徒训练 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就是刚才提到的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根基 我们的生命根本不能够承载更大的侍奉 或者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需要一个反思的地方